嗨,大家好,我是Marinda 那我今天要快速的講解 巴西卷以及拉梅卷 還有暖男卷這三個最大的差異 那我以下呢,會是以普遍的台灣民眾 他在執法的狀態下去操作出來的效果差異 那主要的差異會有兩種 第一個呢,是卷度的大小 那像巴西卷以及拉梅卷 這兩個的卷度大小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拉梅卷它的長度的range可以比較短 然後呢,像暖男卷的部分呢 因為它塑球的是一個體素性比較高 比較鬆軟一點的卷度 所以它的卷度我會使用比較大一點的 那第二個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在卷子的排列 以及它上卷的技巧上的不同 那像巴西卷的話呢 它出來的頭髮紋路會比較凌亂 但是也會比較密集 那在外爐貨上也會比較的乾淨俐落 那像拉梅卷的部分呢 它的紋路效果會比較像是一條一條 像管狀一樣的樣子 然後它的層次感就比較沒有那麼致飾的話 range會比較大一點 那暖男卷的部分呢 因為它主要的效果是在它的垂墜感 那主要效果會是在頭髮的前半部 尤其是在瀏海的地方 那這以上呢是最大的兩個差異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上我的IG或是加我的LINE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